这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个对于网站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就是性能和速度的优化 就在刚才不久有一位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 经过一番研究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接下来我会用几节课的时间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分享的这个经验涉及到Avada主题 还有wordpress的优化加速课 还有宝塔Linux面板的教程 会涉及到这三方面的课程 如果是wordpress系列课程的用户 那这三个课程都是包含的 如果只购买了其中一个课程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道理是相通的 我尽量把这个流程给大家讲清楚 不管是Avada主题还是BE主题还是别的主题 其实都适用的 不管是宝塔Linux面板还是别的面板也是适用的 因为方法都差不多 这个经验我感觉属于中高难度 当你在建设网站的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些 当网站建设完成之后已经上线了 对速度和SEO有点追求 可以看这个 那么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给大家看这个词 有的同学应该了解 有的不了解 那么再给大家看这个 这是谷歌的一个工具 检查你网站的速度 以及各方面的性能 还有导致性能不好的一些原因的一个分析工具 还有这个软件 GTmetrics 这也是一个工具 也是检查网站有哪些不足 并且给予指导意见 这节课的信息量很大 咱们一步一步的讲 我想想咱们从Avada开始 我以这个网站为例 现在这个网站是Avada的一个经典demo网站 它的首页很长 跟它做对比的是Avada的官方演示站 想必大家都看过 其实这两个站有点不一样 这个网站在国外的服务器 这个网站在我的一个阿里云的服务器上 顺便说一下 我们这几节课讲的内容 有一些是虚拟主机不适用的 这个是Avada官方的网站 我们从这个网站开始 在这里 支持菜单里找到开始指南 指南里找到Avada主题的在线文档 一切我们从这里开始 这个是Avada的在线文档 在线文档里有一个关于速度和性能的文章 是这一片Avada的速度和性能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为了看着方便 这三个链接 这三个链接分别是Avada这个官方的演示站 分别在这个网站 谷歌的这个网站 还有这个网站上面的得分 它得了一个A和B 这一项 YSlow这项 它有两个是得了零分 暂时先看一下 一会儿我会详细对比 这是谷歌的工具 这个工具得了三个A 一个B 一个A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自己安装的这个Avada代目网站 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这个网站检查速度比较慢 但是比较详细 这个网站检查速度 谷歌这个工具是需要翻墙的 这个工具是不需要翻墙的 这个工具我们看看就好 不做过多的讲解 先关掉 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它 得了一个B 一个C 主要看这个YSlow 再对比 Avada官方演示站的YSlow Avada官方网站 这个YSlow 算是我们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 或者是天花板 它们能优化的最好状态 也就是这个样子 DOM它没有得分 使用了CookieFreeDOM 这个没有得分 其他都得分了 一个是C 其他都是A 那么我们呢 这项是没有得分 这项没有得分 这项也是C 这项也没有得分 官方的这项没有得分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先跳过 再对比页面速度 官方网站大部分都是A 还有一个B 那么我们这个网站呢 有一个得了0分 还有一个也是红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讲解的要点就来了 第一 如何把这项 给它搞定 因为官方是没有这项的 第二是这项 如何搞定 官方也没有 第三点 在YSlow里面 这项 头部过期 还有这项 这四项是我们要处理的 其中这项大家都认识 是CDN 阿波的官方的演示站 人家有一个CDN 我这个是测试的网站 还没有加CDN 关于加CDN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课程 就是七牛云的那个 其实阿里云或者别的云的付费CDN 也可以考虑 如果安装成功之后 这一项也会得分 还有一个我要提前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官方站的移动设备的得分 也是很低的 这是谷歌的工具 桌面 我们得了一个中 它是好 这里有一项 叫做 压缩 压缩 其实就是GZIP 关于GZIP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也讲过 在这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GZIP对页面打开的速度优化 是很有帮助的 对这个得分也是很有影响的 GZIP压缩算是一个重点 我们先跳过 CDN也算一个关键点 我们也跳过 因为这两项之前都讲过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 这一项 是图片相关的问题 这个提示并不是说 这张图片没有经过压缩处理 其实关于图片的压缩优化处理 也是很重要的 有的适合GOPG 有的适合GPG 图片的宽高尺寸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在Photoshop里边 另存为外部格式 要进行优化 关于图片的优化处理 在之前的课程中也有讲过 在这也跳过了 这一项的错误提示 跟那个没关系 大家看里面的内容 现在是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 其实是六个 因为我刚才在研究的时候 已经处理了一个 那我现在先讲一下 这个是如何处理的 这六张图片其实是这里的 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最近的作品 是Portfolio 也就是这里的内容 作品案例 一二三四五六 六张 六个案例 每个案例 它有一个缩略图 这张缩略图 是从Avada的服务器上面 拽下来的 我们看一下出现问题的原因 用浏览器检查工具 关于浏览器审查工具的使用方法 大家看一下 Wordpress公共课教程 购买过Avada主题的同学 如果还没有领取 Wordpress公共课全要优惠券的 请找我 Wordpress公共课是主题教程的一个附带课程 是免费领取的 如果你购买过Avada 或者是BE主题 或者是RT SIM18主题 都可以免费领取 这个公共课的全额优惠券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先看第二张图片吧 第二张图片 它用的是一个 大家注意看 它这个自然的分辨率 是940乘600 这张图片 它使用的是圆图 相当于把这么大的图片 缩小到这么小 它的宽度只有66 那么第一张图片 我已经处理过了 大家看一下它所使用的图片 是一张66乘66的 现在有五张图片 使用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图 但是显示出来的只有66像素 所以说 它有百分之 我看百分之多少 它有99%的压缩空间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六张小图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下载了六张大图 下面讲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需要安装一个插件 免费的插件 就是重新生成碎略图的插件 这个插件 重新生成碎略图 其实我们在刚安装完 弹幕演示站的时候 是需要运行一下这个插件 重新生成所有图片的碎略图 在媒体库里 虽然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图片 但是这些图片并没有 全部生成碎略图 碎略图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这张图片 大家看到的是 这是它的圆图 它会根据主题和wordpress的规则 生成很多的小文件 那些小文件都是缩略图 而这一张是圆图 这一点我们到FTP里面来看一下 在上传的这个目录 然后找到比如说2012年07 在7月份 刚才有缓存 1-2从这开始 到这 1-2这是圆图 但是上面1-2-后边有分辨率的 都是生成的碎略图 为什么有这么多碎略图 而且有这么多的尺寸 这些尺寸是阿娃的主题定的 还有wordpress主题规定的 如果使用的是别的主题 它这个尺寸也会发生变化 总之 主题会需要这些碎略图 是不同尺寸的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负面的东西 比如这张圆图是 刚才看的是900像素宽 它是32K 它生成了一个800像素宽的 却变成了161K 因为这个1-2的圆图 是本地用Fotoshop压缩的 它可以让画面跟文件尺寸 得到一个很好的压缩比 但是这些都是系统自动压缩的 这个压缩比会差一些 像这些碎略图 都是由这张圆图来生成的 不管它是怎么大怎么小 它都不如这张圆图清晰 这张圆图才32K 它生成了一个800x511的 竟然有161KB 它有什么用呢 但是这个没办法 这是WordPress的一个规则 这里面有一个66x66 这个尺寸就是在这里用的 下面看一下怎么操作 安装好这个重新生成 缩制图插件之后 在工具里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图片 重新生成缩略图 也可以给单个的文件 生成缩略图 单个文件生成缩略图的方法是 进入媒体库 默认是这种列表 我们切换成这种列表 找到Portfolio 这张不是 找到这张6-2 我们看看这个6-2是什么样子 6-2是这张图片 是这张 这张并没有用到 这张用到了 鼠标放在这张图片的名称上 下面会有一个菜单 横向的菜单 点击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尺寸 现在这张图片都没有生成 点击这个 生成需要的菜单 然后我们到这里检查一下 刷新 通过浏览器的审查工具 找到网络 然后筛选所有和图片 选择图片 找到6-2 再刷新 不对 图片不对 这张图片才是 我们到FTP里面看一下 刷新 看一下6-2 6-2是在 2013年10月 2013年10月 按时间排列 6-2 有这么多 已经生成了 是10月26号生成的 简单的办法就是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图片都生成一遍 缩略图 跳过已经生成的 这样比较快 生成 为所有的附件都生成 生成 这是只为20个特色图片生成 这20个是缩略图 像文章 案例 Portfolio 它的缩略图 一般缩略图需要不同尺寸的图片 像文章 正文的图片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尺寸 有两个出错了 因为现在这个网站 不是正式网站的信息 先跳过 做自己的网站的时候 图片都要用到我们自己的 现在这几张图片都变成小图了 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 为了对比方便 我们把它存成一个PDF文件 然后再重新测试 我们刚才只是修改了这一项 看看这一项一会儿有没有变化 一会儿也对比一下这个 现在是72分 测试结果出来了 89 74 89 74 89 刚才看到的图片缩放的一项 已经消失了 这一项 分数有提升 它显示还有这几个问题 这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课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